好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炉子它好烧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个结构是用了这种倒扣式的锚钉结构 那么什么叫倒扣式呢 就上面呢是一个整体折弯下来的 然后下面呢也是一个整体折弯的 然后我们这里呢用的是这个锚钉 锚钉把它锚起来 那么在炉子加温的时候呢 就给了它一个很好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炉面板 炉面板呢我们是用了这个铝合金的这个导热板 那铝合金的导热系数呢是要比一般的金属都要高很多 还有一个呢就是 我们这个在烧火的过程当中 这个柴火加进去 我们这里有一个抽屉 那么当你开这个炉门的时候呢 炭火掉下来 它不会掉到直接掉到地上 它会被这个抽屉接住 那么我们转过来看看 就是这个烟囱 烟囱呢我们是做了一个下沉式的烟囱 做了一个下沉式的烟囱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炉面的加温面积呢就增加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下沉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让它的这个空气顺利的流出去 但是呢火力呢压制在这个炉堂里面 所以这里加热效果就会更加的好 这就是这个炉子的几个特点 一部分 我们来讲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